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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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常常念这些事情 就不太会放异了 如果说我们每天的心思 都是在这些出来的事 就不太会颠倒 包括临终的时候也是一样 不太会颠倒 所以不一定要在临终的时候唸 afterlife 正念也可以 念戒也可以 念舍也可以 其實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引導我們在正念當中 好 那所以是三寶 還有戒 師 天 就這三個 那富有七法 能自利利他 為壞七慢 這破壞七慢 這個慢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所以我們下一堂課的時候再跟大家說明什麼叫做慢 我們一定都會有 分析成七種是要讓大家知道說我們都有這種心態 所以有這樣子的一些維系的念頭在遊走的時候 我們要去留意一下 因為我們有常常聽過一句話 無法 那個一法就是沒有任何一個善法是從交慢自知中的 因為一旦交慢自知的話 那肯定就是不善 上一堂課談到的是在第三段的最後一句名項 第三段 第三段最後一個名項叫做七慢 那這個慢呢 在上一堂課有跟各位說 這個地方要解釋一下 因為這是我們的一個根本的習氣 那也是屬於根本煩惱之一 那在為世的根本煩惱裡面呢 一共有幾種根本煩惱 你們認為所有的煩惱都在師父的臉上啊 要不然的話怎麼都在看師父 看著師父這樣數 貪 吃 吃 這些事情都發生在我的臉上 在為世裡面的六種根本煩惱 貪 吃 慢 然後呢 還有一個 惡劍 這不正當的吃見 好 所以這六根本煩惱其中之一 是包含慢 那我們也經常聽到 焦慢 焦慢 那焦跟慢也不一樣呢 哪裡不一樣 焦就是焦 慢就是慢 焦是真的有自己是有條件 慢呢 是不一定自己有條件 所以焦是真的有本事的 才可以產生焦 那焦在慢裡面 也是屬於寒瓜在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因為焦在慢裡面呢 已經包含了焦的其中的一種 就是七慢裡面其中之一 所以特別就沒有把焦 列出來 但是為世裡面 它會把焦跟慢 會把它做一個簡單的區分 好 那我們看底下的 柱角 一九二 三十九頁的一九二 第二個柱五四 在七慢這裡 這個慢字 這個煩惱新鎖呢 是屬於比較自己 與他人之高低 勝烈 當然這個高低指的 有身份的 有地位的 有學歷的 有知識的 還有富貴的 各種 那包括外在的容貌 或者身高 或者是膚色 各種種 全部都是 從自己本身自己做 跟對方的比較 所產生的 優劣 那這樣子的一個比較 所產生的 勝烈 或者 好物 等等 而生起輕滅他人 自事之心 亦即輕滅自負之意 所以一共有七種 都很類似 那七慢當中的第一個 慢 對列於自己之人 認為自己 教書勝 而對於自己 同等之人 令心起高慢 這兩者相較之下 他的學歷確實是 比你低 你讀大學 對方讀高中 國中 那確實有 這麼樣的一個差別 那你對他的學歷 產生這種 輕思的心情 這個叫做慢 當然這個是本身自己 確實是 高過於對方 所產生的慢 那第二種過慢 這個我們就比較 會發生 那對於過慢 是對於自己 同等 其實兩個人 都一樣而已 那什麼樣的情況 可能都是一樣 比方說 都是一樣 讀同一間學校 同一間大學 或者同一間 專科 或者哪一間學校 其實學歷都一樣 但是他硬是要比出一個高低 那學 你學校考試怎麼樣 我怎麼樣 我怎麼樣 什麼什麼什麼 怎麼樣 那種種的 硬是要比出自己 硬說自己勝過對方 那對勝過自己之人 一篇說 對方 與自己同等 就不承認自己 輸對方 或者是說 不承認自己 跟對方是一樣 那這個過的意思 就是超過 那第三呢 慢過慢 對勝過自己之人 明明對方超越過我們 這是真實的事情 確確實實的事情 那反而呢 起相反之看法 認為自己 不管怎麼樣 自己就是贏過對方 那這種情況 我們 偶爾也會 那第四種 我慢 這是七慢之中的根本慢 這種我慢呢 是 建立在第七 莫娜式裡面的我見 認為我的存在 它就是一種優越感 所以有些人 他天生本身自己 就是有一種優越感 那這種人 他過生活的時候 他自己會過得很快樂 他自己會過得很快樂 他不會認為說 這個千錯萬錯 就是別人的錯 有種這樣子的一個人 但這裡講的是 我們根本的煩惱 那有五運假和之身 執著我 我所 是我 而起慢 那內執由我 則一切人 皆不如我 外執由我所 則凡我所有的 皆比他人所有的高尚 好 那這是屬於我們的根本慢 那第五種呢 是真善慢 這個真善慢 這個真善慢 我們目前 比較不可能會發生 所謂的真善慢 是於善未正德果位 或殊聖之德 自認為已經正德 那在經典裡面提到說 所謂的真善慢 曾經有一個例子 經典裡面的記載是說 有一個修行人 他得到四禪 他得到四禪的時候呢 他自己認為 我已經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沒有再發起煩惱 所以這時候 他誤以為自己 得四禪 就是等同於四國一樣 所以這是要經過有一些禁見去比對 你才會知道說 自己到底是沒有外在的環境去引發 誘發你的煩惱 還是說 你真的是修得很好 讓你沒有煩惱 這兩種不一樣 如果說你整天都待在家裡面的話 要讓你起煩惱的因緣 跟一個人 你在外面跑來跑去 哪一種會比較容易起煩惱 跑來跑去 為什麼 對啊 在外在境界比較多 除非有一種情況就是 你們家本身自己就是 問題一大堆 那當然就是另當別論 那一般來講的話 通常都是家裡面的環境 比較會少過於 外在 除非你本身家裡面就是 雞犬不靈 那當然就 嗯 那個 那就是 風調裡順 對啊 對啊 那當然 如果你自己一個人在家裡的話 那你要起煩惱 那也沒有 那也沒有 沒有辦法 因為也沒有境界 那你自己在那裡多愁善感 你看到 看到葉子掉下來 自己在那裡 在那裡 秋天到了 這葉子就好像我的心情一樣 隨風 隨風飄落 在 你想那個幹什麼 你不會去欣賞它 春夏秋冬的這種季節交疊的那種交替的一個 這種變化 其實就是 圓絕 圓絕它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它是 獨覺喔 它在觀察外在三合大地的時候 它如果這麼多時候善感的話 它不用修道 它一開始可能會有 它這種感覺到 這些三合大地或者生命的一些無常變化 它會有一種警覺心 不過不會產生一些憂愁 不會有這樣的心態 好 那這個是 曾善曼的人 所以 有可能是因為得到失禪 沒有外在的境界 讓他勾起煩惱 所以他誤以為他自己贈得果位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呢 以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要 我們要得到失禪之後才可以說 有這種情況 好 所以這裡面我們比較不會發生 在目前來講的話 就是第五個 那其他的都有可能 那第六個呢 是悲慢 對於極優越之人 卻認為自己 謹燒烈於其人 就自己明明很差勁 那輸對方很多 但是認為自己只有輸對方大一點點 對不對 這也沒什麼 不過這個我們本身自己的話 自己就要去留意這個部分 我們 我們 要有一句叫做見賢思奇 我們看到對方他確實是比我們有能力 那也 願意更發心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要跟他學習 不要 不要自己產生自己有一種 好像跟對方也差不多 你也跟我差不多而已 我們經常會有一種習慣性的講話 就是說 對方在講你的事情的時候 有的說你的小孩子 他也會跟你講一句話說 你自己還不是一樣 這個就差不多了 這個就差不多了 當我們被人家這樣子在講一些喜氣的時候 我們聽起來可能最不舒服的就是講這句話 我現在在講你的缺點 然後你現在用 用那個 以自其人之道 還自其人的方式來回應對方的時候 對方就 你們就自己看著辦 那可能會怎麼樣 好 那這個是屬於悲慢 接下來我們看第七個 那邪慢呢 這是因為邪見 這個邪見 我們在現在的社會上 會看到不少的例子 這種邪慢喔 自己稱 自己自稱 他是菩薩再來 他自己自稱 他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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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的人再來 乃至於更誇張的就是說 他是佛再來 或者是什麼 什麼 活佛啦 自稱的喔 像這樣子的人 就是邪慢 那所以 這個 當對方在講這個話的時候 我們就很容易判斷出來 這個人講這樣子的話 他將來的 將來 的走向是相當可怕 不過還是有很多人相信啊 因為這個還是會有一些可能有 一些奇特的一些力量啊 那到底 到底這種力量是 是在每一個人的身上都有印證 還是說 好像那個算命的人啊 算了十個人 那其中剛好有一兩個人準 他們就說 這個人算命很準 那剛好其中可能就一兩個 然後這幾個人去幫他宣傳 那不管怎麼樣 這裡講到的是邪慢 那這裡面的問題 其實 問題最大的是邪見 如果自己知道自己有些情況的話 那還好 邪見的人是不太會去發現自己有這個問題 他連這種話他都敢講 我已經成佛 我跟我的師父是一樣 乃至於說 我都可能超過我的師父 哇 那這個真的是 非常的狂妄 好 那解釋完 期慢 我們再回到前面 為什麼會談到期慢 那這個在 第三段這裡呢 主要是要談到說 能夠做到 自他千利 自己能夠自利 乃至於說 從利他當中 同時也利益自己 好 那第三段 唐完 我們加 接下來看下文 第四段 善男子 若沙門 婆羅門 長者 男女 或大眾中 有諸過失 也就是說 當菩薩 看到任何人 不管他的身份 地位是什麼樣的 對象 知道對方有過失 菩薩建議已經看到了 已經很清楚明白 那先隨其意 先聽聽看他怎麼說 你為什麼會這麼做 先聽他怎麼解釋 你為什麼會這麼做 然後呢 說法 令 德 條 福 讓我們不要一下子 就馬上指責他 那當然我們要跟對方講 糾正一些事情 也要看你本身你自己的 自己的位置對不對 如果你本身自己的位置 不太對的話 你講出來的這個話是 沒有影響力 有的時候 人家會說 你這個只是在 借某一個人 再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已 這沒有什麼樣的意義 那所以菩薩在 在跟對方 調福的話 或者調教 不會輕易的隨便說 自己自不量力 也就是說 自己知道對方 跟他有一點姻緣 讓我去講 對方他也可能會聽得進去 那這樣子的話 去跟對方講 才有意義 要不然的話 現在師傅問你們一件事情 你們認為現在 某一些 不管是 藍白 或者 綠 或者紅 不管怎麼樣 你們認為其中裡面 如果有一個 有一個明代 或者政治人物 你們認為他做錯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能力 去跟對方 講你做錯了 為什麼你們沒有辦法 你想要看他 你都看不到 但你可以去投那個 以前有那個什麼香 意見香 那你也可以寫信給他 那有用嗎 什麼菩薩 他的位置 有的時候他必須要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 你要 自己的位置 跟對方差不多的時候 你才有 你才有見面的可能 跟談話的 談話的因緣 否則的話 你要跟對方講 那你是什麼 你說一個外國的作曲家 他也在評論那個 評論一個剛剛當選的一個市長 這個有說服力嗎 作詞作曲那是你的專業 正是你熟嗎 你去跟人家評論這個 你當然可以 你可以表達你的意見 但是 人家怎麼看你 這個是你的專業 那這個不是屬於你的專業 我們去評論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往往經常會 會判斷錯誤 所以菩薩必須要學習很多東西 那當各位取得有相當的經驗跟豐富跟知識 或者身份地位的時候 這時候如果說你今天是 假設各位是 今天如果說你們是 是什麼院的院長 五院其中一院的院長 那你們要去跟 跟那個什麼 跟執政者去跟他建立某些事情 是不是比較有利 你一個事情想沒 你要跟他講什麼 你要攔教喊冤啊 現在沒有教可以讓你攔 好 所以菩薩看到知道這些事情 其實是要先考慮 要看因緣條件許不許可 那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的身份地位其實是可以 那這樣子的話 第一時間還是要聽聽對方的說法 他為什麼會這樣子做 那我們在 同餐之間 第一個時間也應該要 應該要這樣子 用詢問的方式 問說你怎麼會 你這個你為什麼會這樣子做 這個要先了解 那確實當你知道對方這樣的做法 其實不太正確的話 這時候你才跟他說法 那所謂的令德調伏 也就是說 讓他知道你這樣子做不太對 那同時讓他可以知道說 不太對之外 那同時還要懂得去改變 那當然以菩薩在調伏眾生 主要就是煩惱跟喜氣 那其他的部分 不見得是菩薩他每一件事情都會去做 師父的意思是說 菩薩做的事情 他不太會去做一些滋末的事情 他會把重點放在說 這個人他是不是有那個能力去斷煩惱 或者是說他現在所做的事情是在布施 或者是在做其他對廣大的 廣大的眾生或者是什麼樣的一個 事情對國家確實是有利益 這時候菩薩他才會去出力 要不然的話 你知道菩薩去插手這些事情做什麼 菩薩為什麼要插手這些事情 你們想想看 假設說今天有一個菩薩 他真的會去競選什麼樣的市長或總統嗎 你們認為有可能嗎 有啊 你們認為是哪一種菩薩 是出地的菩薩 還是說是在三賢位的菩薩 還是八地的菩薩 八地的菩薩 那是不是再拋一個問題問大家 八地的菩薩去參與政治幹什麼 救度眾生 如果管理國家治理國家 可以救度眾生的話 師尊不用出家 他就好好當國王就好了 他為什麼要選擇出家 他就好好當一個國王啊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師父會說 你們認為菩薩今天真的會去投入政治 然後去參與這些事情 為什麼師父會這樣子講 從經典裡面打開 各位如果是去獨到菩薩 捨棄王位 然後跑到那個荒郊野外深山裡面去修行 這時候你從 在裡面的一次菩薩一次又一次當國王 然後捨身 當國王然後捨棄國家 當國王然後捨棄什麼 你們就可以知道 那個菩薩你說他是八地 八地以上嗎 還是八地以下 絕大多數都是八地以上 到釋迦摩尼佛最後一生的時候 也是啊 拋棄王位啊 跑去出家 那還是最後一生補出呢 所以 會不會從政 有可能 但是應該不會太久 除非說真的有必要 涉及到這個國家的安危 或者是說有廣大的群眾的一些 什麼樣的一些種種的一些災難 覺得比較有可能 那其他 菩薩 有可能 但我似乎不會這麼說當太久 畢竟 普魂門品也有提到 因你何生得度者 極限何生而為說法 重點是 他變那個身份 說完法之後 就走了 他不會眷戀在那個位置 同時他也不會 不會在乎自己的生命長短 那這個當然是師父個人的看法 那你們 你們參考看看 聽聽看 你們如果說覺得說 我這麼不想選 我以後八地 我要來競選總統 那你也可以去選 如果你可以的話 那當然就沒問題 你也不要以為說 你當八地菩薩 你選總統 就可以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當選 那你落選的時候怎麼辦 那我還是當我的八地好了 師父的意思不是說 不會完全沒有 但是 不太容易 因為那種 官場的文化 不是我們 凡夫 普通人可以想像得到的 好 那接下來 底下 那既然知道對方 有因緣可以調伏的話 那就是跟他調伏 那如其不能 沒有辦法去調伏的話呢 先隨其意 了解他的意思 你為什麼這樣做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那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那你知道他的意思 你沒有辦法去影響他 改變他的時候 那你也沒有辦法去為他說法 那就算說了 他也未必能夠接受 那像這樣子的菩薩呢 適則名為下品菩薩 所以前面那個是上品的菩薩 那後面那個是下品的菩薩 那我們從這個地方 就可以知道 我們是屬於哪一品 美品 那美品是怎樣 大家的事情 好 那這段話是在講什麼呢 是在講說 能夠自調伏他 自己能夠自己調伏 同時也能夠調伏對方 菩薩如果自己不能調伏自己的話 去跟對方說是沒有影響力的 就好像一個貪污的人 去跟人家說你不要貪污 有沒有覺得很有趣嗎 自己不清廉 然後告訴人家 人家要清廉 所以自己要能夠盡得起人家的一個 一個審查 不要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去要求別人 那這個就會很有趣 好接下來我們看四十月 孝文說三男子菩薩有兩種 一者樂盡善有 從這一段開始 很長的一段 這一段是在講什麼呢 這一段是從 從智慧的地方來說明 智力利他 從智慧喔 因為這整段都是在談智慧 那談這一段主要的用意是因為 智慧是斷除一切煩惱的主要工具 所以 在這一段裡面大家必須要去寫一下 這一段主要就是在 從智慧的角度去談智力跟利他 而且智慧是斷除煩惱的主要工具 這個我們不能不知道也不能不學 所以在六度裡面 學布施持戒忍入盡盡禪禪禪定 都有必要 那最有必要的其實是智慧 所以從一開始的時候 菩薩就必須要 要能夠廣學多聞 那下文提到說菩薩有兩種 一者樂盡善有 這樂盡善有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清盡善事 那這個善有當然有一些是 你的師長 有一些是你的同參 那有些可能是你的家人 都有可能 那不管他的身份地位是什麼 只要你在他的身上可以學習到真上利益的方法 那這個人全部都是算是善有 那另外一種那個逆爭的那個因緣 那個是鈴鐺別論 那目前講的都是正向的 屬於正向 能夠向上 能夠有益的 那當然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向下的話 你如果向下的話